一个儿子养不起母亲了 他狠心决定把母亲背到一个很高的山上 把母亲丢在那里 傍晚儿子吃完饭跟妈妈说 妈妈 我们到 我背你到山上去走走吧 母亲说好孩子 结果吃力的爬上了孩子的背上 儿子一路在想 把妈妈再背得高一点 因为他就不会下来了 就把他丢下来 但儿子突然看到妈妈在他的背上 一路在撒那种豆 在撒豆子 儿子生气的就问 妈妈 你撒豆子干什么 结果母亲的回答 让儿子泪流满面 母亲说傻儿子啊 我怕你等一会儿 一个人下山会迷路的 妈妈 妈妈 永远是妈妈 母亲永远是为孩子着想的 哪怕牺牲自己 他也是理解别人的 菩萨 菩萨 永远是菩萨 他为了众生 哪怕牺牲自己 也心甘情愿 为了能让别人活得好一点 自己可以活得累一点 辛苦一点 这就是我们的观世音菩萨妈妈 公开 阿尔 谢谢观看